你好,小姐姐 今天是想换一个什么样的妆容呢? 你好,我帮你换一个适合约会的妆容,是吗? 好的,没有问题,交给我吧 首先呢,小姐姐,先帮你头发做一个颜色 小姐姐,你看一下,这些颜色有没有你喜欢的 小姐姐,如果去约会的话,我建议你做这个吧,圣卡色 因为其他的颜色可能太过于遭遥了 可以吗,这个颜色?可以吧?好的 涂到你的头发上面 小姐姐,接下来呢,为你上这一遍的头发颜色 请耐心地等待一下 小姐姐,小姐姐,这个颜色怎么样?你喜欢不? 喜欢的是吧? 哦,这个颜色呢,真的你整个人是非常的温柔的 也是很适合去约会的 接下来呢,就是为你上地妆的部分 首先呢,我先拿一个起点 打开 轻轻地将去 小姐姐姐,因为你的皮肤呢,是挺好的 咱们只需要上泡泡的一层就可以了 轻轻地拍打到你的脸上 眼角的下面 眼角的下面 这里 还有嘴巴的下面 脑袋 接下来呢,就是在为你顶个妆 我们拿一个粉鸣 我们拿一个粉鸣 然后拿一个刷子 沾去 轻轻地 按压到你的脸上 好的,接下来呢,我就为你上地妆了 首先呢,先帮你画个眉毛吧 眉毛的颜色呢,我们选一个与你头发颜色 像接近的这个颜色吧 接到你眉毛的上面 接下来呢,就是眼妆的部分 接下来呢,就是眼妆的部分 首先呢,给你画一个眼妆 眼妆的颜色呢,我给你觉得是这个 变剧掉的 现在整个人也是非常的清纯 而且有活力的 贴到你眼睛的上面 接下来呢,就是再为你贴一个加睫毛 贴上去 贴上睫毛之后呢,你的整个眼睛 就是变得有立体 接下来 下眼睫毛 好的,眼妆的部分呢,就是完成了 接下来呢,再为你选一个口红的颜色 口红的颜色呢,我们就这个吧 接下来呢,接下来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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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整个妆容是完成的差不多了 需不需要我再为你带一副眉头呢? 可以的是吧? 嗯,好多 眉头的颜色就选这个吧 深一点的颜色 涂到你的眼睛的里面 翅姐姐,妆容呢?现在是已经完成了 再刷毛的颜色 接下来呢,我再为你挑选一点发饰和耳饰 再来装饰一下 耳饰的话,我们选这个胡蝶结的吧 放到耳朵上面 接下来是发饰 为你选一个珍珠的小发夹 这样到这里 好的小姐姐 接下来呢 我再为你挑选一件衣服吧 我们选一个黄色的娃娃蜜 衣服都出颜色了 我们就选一个粉色的吧 现在比较的青春而且可爱 好了小姐姐 现在呢成绩就是完成了 你看一下你满意不 非常满意是吗 那就好 那个珠小姐姐你 就会成功 欢迎下次光临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受伤了 哪里受伤了呢 你先让我看一下呀 就要受伤了是吗 稍等一下哦 好了 把脚发上来吧 我看一下 我的天哪 你这指甲缝里头怎么扎了一个牙签呢 早上起床的时候 被窝里也不知道怎么扎了一个牙签是吗 就不小心扎进去了 稍等一下啊 我先戴个手套给你准备一下那个咱们用到的工具 因为你这个牙签呢是扎到了你的指甲缝里头 我这边呢 也就是帮你把钳子拔出来 削一个读 然后就在咱们这个 这里的伤口处吧 给你读一点药 可能后面呀 你要等个两三天了 那我现在呢 就帮你把钳子拔出来 你呢 准备一点 好吧 再把伤口的周围呢 我们做一下消毒 用这个电风呢 我们擦拭一下伤口的周围 避免它感染 它就是帮你上个药 这个药呢 是帮助你愈合伤口 然后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的 再用这个伤口的 再帮你稍微的沾一下 因为你这个位置吗 比较特殊 也不是很好爆炸 所以就只能这样 帮你固定一下了 好了 现在呢 水晶帮你爆炸好了 回家之后呢 记得千万不要沾水 等它伤口愈合了之后呢 再碰水 好吧 我可以咬这么多了 去 我嘴 我可以在这里 它 咯 是的 这 咯 我可以在这里 我可以在这里 咯